我打断一下 你说这个时间吧 比如你这代人 其实比如从八十年代出来 现在这个时间是非常浓缩的 你想从那么一个破的 突然进入这样一个中国的时代 这些房子 所有同行做的一些房子 随着时间它们会变成什么呢 只是变成一个要被拆除的废墟 或者说只是一个非常塑朽的东西吗 那这 没问题 没问题 时间问题是吧 对 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 对 还有时间 很多时间 我们都聊 回到了昨天我们没展开时间的看法 之前小时候成长是一个 我们是去除历史 去除时间的一个过程 对 历史变得非常短暂 就眼前这些事情 然后你到了深圳创业 比方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对 到现在进入这么大的舞台 这个时间又是个压缩的 但是你现在又开始思考长限度的时间 宗教一下都是很长限度的 你在想你现在第三个33年 也是时间的问题 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 能的跟你的生命的关系 跟 第一个理解 是时间上来讲 正好今天是改革开放的 第40年 生命是很短暂的 你正好遇到这样一个时期 是很幸运的 清清楚楚记者 就是万科规划第三个10年的时候 CFO他们提出了一个预计 未来10年之后1000亿 这时候公司的规模 在90亿 这要规划10年之后1000亿 我待会看 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 对不对 我说怎么20年 才到了90个亿 怎么10年之后1000亿 我说你怎么 怎么算出来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的大跃进的 不能再让成倍的增长 他说不是成倍增长 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过去经验来讲 就平均的增长35% 二年之后90个亿 那么10年之后1000亿 我说我们现在增长 我们不可能一直35% 他说不是按照35% 我说30%也高 他说不是按照35% 我说那你们按多少 都按照25% 我吹牛 实际结果是多少呢 实际结果是2000亿 7年就完成了 10年之后2000亿 给我震忠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持续增长 你不要增长很高 持续增长的可怕 就是这样不到100亿 持续增长25% 就是1000亿 10年 2000亿 2000亿 他就是快速增长 那快速增长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快速增长如何保护质量 也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发展来讲 那时候有先天不足 那就是太过重影 依赖香港牧师 而香港牧师来讲 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 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 就是土地财政 那这样就带来了 就是相当于那时间的 反正谁能拿走土地 谁能赚钱 你这能拿走土地 你带来非常扭曲了 对对对 非常扭曲的 嗯 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 它不叫谨慎 要挖坑就赚钱 这种诱惑很大 就是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 这样说吧 性格中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 这样说 实际上我这个人挺马达哈的 嗯 我是挺马达哈的 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 我说为什么超过这个 25%零我不做呢 因为我做过超过200% 超过300% 500%的这零我都做过 就是当时方面录像机 嗯 我做过 而且很得意呀 你要赚这么多钱 你看我把我来讲 我投机过呀 嗯 但正因为你这个率运这么高 大家都来做 嗯 这不是你特许经营 只有你来做 大家都可以来做 嗯 它可以说说这个200%的利润 就从20%降 迅速缩减 啊 现在50% 40% 20% 你才发现 你培养这个团队 做200%利润的这个团队 利润降到20%以下 它根本不会做 嗯 我是83年到深圳 84年成立万科 到了92年 我算了个账 嗯 我就做这个录像机 是赤字 哦 最终专门是赔 是吧 最后来讲 是赔的 是赔的 哦 就是你把赚的钱全 全砸进去了 全砸进 就是全砸进了 还不够 嗯 就是你一直知道一个道理 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 嗯 你怎么偷鸡赚的钱 嗯 都还回去 甚至你得还回去 嗯 还回去 嗯 所以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嗯 但至少我是聪明人 什么叫聪明人呢 嗯 就是同样的错 我这翻译字 后来不是之后 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 我都没被诱惑 这是这是我 1992年 我说的 超过利润25% 我不做 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 并不是我有现前之分 并不是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 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 经济学的训练 嗯 不是的 现实的经验 按现实的教训 那哪是经验啊 我最后都是池子 嗯 就是这样 嗯 再一个那模式来讲 就是搞 搞这如何来和环保生态 结合起来 就等于你总共对 对未来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赌博 刚才讲了说 你要搞规模 要保证质量 你必须搞住人家 你才能保证质量 第二个 如果未来这个世界 讲环保讲生态 嗯 你到那时候不讲 世界讲了 你来不及的 嗯 纯洁 我就要搞这样 我真的来讲 有现实考虑 有现实考虑 说你来不及的 所谓搞绿子 搞环保 那不但有那个资源 你还在增加成本 嗯 是吧 这时候利润比较好来 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 嗯 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 是吧 你的成本 你再增加来讲 你很难的 挖坑就能赚钱 你还搞什么 绿建是吧 什么绿建 嗯 那我想那这个就是一个你张眼未来和张眼现在这个区步 嗯 嗯 再一个你感到是 实际上我在这个08年度过我那个危机 危机的时候就开始对80后的重新认识 重新来对他们解读 去年的万宝之争 最不确定的时候 你是不是那是你的至暗时刻 我说那不是我的至暗时刻 我至暗时08年的时候 那我就人生历练上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转折吧 我回到08年 我还好奇 因为你当时说那个事情 我你现在真的后悔这个决定吗 经历来讲呢 那是弥足珍贵 就是原来很欣赏你的同行 现在都非常明确的 就是抛弃 一天五六十万个帖子来 指着你祖坟三代来骂呀 挖你祖坟来骂呀 你为什么限制不让我们超过十块钱 你看没精神 实际上那时候万科已经是60%的18%了 他一定来说你董事长怎么能这样说呢 很明显感觉他们的眼光的一身一种困惑 一种委屈 就好像你不应该那样说 发生没两天 马云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还说十块钱 马云说是一块钱 但是意思是一样 就是说不要当着负担 不要秉承多少 那肯定那个运动哗就转到他身上去 但人家三下五七二处理之后 又转到我们身上来 换句话来讲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问题 就是企业管理当中 紧急公安处理 应该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但是没有采取 不但没有采取来讲说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认错 作为一个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的人 很强的人 你害怕那种个人跟整个时代的完全相逆吗 因为我们受到所有的教育里面 你很多个人英雄主义是跟时代潮流相逆的吗 对 那种孤立的吗 因为他当时孤立 但后来成为了某种被铭记的人 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说这很有 对我来讲 那是一种 第一 感到非常非常孤独 第二讲 那是挺悲愤的 第一个孤独来讲 所谓刚才讲的谈到80后 你自己认为他们 同代人 自己本就理解他们 我自己本就理解他们了 但是被他们骂 这点 我不感到突然 那点头来讲是 你对互联网的这种特征 不习惯 不习惯的一面 不了解的一面 刚才感到悲愤的是什么呢 你也知道那是已经到了 咋这个麦德龙 说让他捐 他没捐那么多 表示让他不捐 拒吃麦当劳 也就是说 真正愤怒转移到万个专体身上来讲 你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 当时已经有人劝我 你是不是避一避 我是准备 我宁肯被乱喷打死 我也不会避 但是这种事情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重新认识了在这社会当中我有个位置 现在社会当中 大家是一个什么思想状态 你想过吗 如果吃麦正要写的时候的时候 你希望别人怎么铭记你吗 你会想的一种事情 你会希望什么角色铭记你 或什么事情铭记你 我没有这样想 真的没有吗 一个个人应律这么强的一个人 那是这样 以前我应律很强的时候 我还没来得及想 因为我想那是未来的事情 那我来得及想来讲 那是 我以前形成相当来讲 我说结果不重要 所以你要活着 你就要健康的 头脑轻易的活着 如果你真的是 你不能是这样 你最好是安乐死 你的孤独感比以前减弱了吗 至少现在是没有孤独感 感的很多来讲 又开始接受你 当然并不等于 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受 只不过是 因为很多某些方面 它就是非常强烈的来暗示你 那你是那种感觉 至少 至少你承认了错误 表面上 无条件道歉 很多人说你用道歉 不用掉歉 但是你作为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子 当然你要无条件道歉 当然你要无条件道歉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对吧 就是孤独感呢 第一点实际上你就是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和规避 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原来说很多人对你的不了解 使你更多的感觉来讲是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 而这种不了解造成一种孤独感 这个08年之前 那因为通过差不多十年的登山嘛 解决了对死亡的一个恐惧的这样一个平衡 08年之后到现在 尤其是11年到了哈佛之后 整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你如果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接受你的 所以你说这个孤独感呢 也就觉得你更多来讲 让你更多的惊喜 或者你更多给你来另外一种的喜悦 我觉得这几年你真的没白折腾自己 没白折磨自己 我觉得那个训练真的蛮好的 是这样特别好 所以我就觉得在哈佛再生 因为那些时刻还是很多跟外地有关系 但这个哈佛那是个只跟自己的一个 那是只跟自己 你骗不了自己说 谁说过这样的话吗 说你不妨信 托斯卡是吧 不知道 你现在开始转了 帕斯卡 帕斯卡 帕斯卡是吧 我知道在他面前你就 你看我就说错了 他一说 他不知道 我就知道我名字说错了 因为你要信 你就按照那个生活方式 对你不信 你不是那个生活方式 你一定是损失 所以真正的最后你发现 真正的较劲呢 不是别人 不是外面 就是你自己 当时的感觉点 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像我是个老机器 好像是你不开动的 突然呢 就卡 卡 卡 把它开动起来 这个结果很可能 卡 卡 卡 屁啦啪啦 就碎了 是吧 再一种呢 卡 卡 卡 再上这运滑油 就开动起来了 说到这个剑桥 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 我在那丢了两辆自行车 但是这个不是最深刻 最深刻的是我的第三辆自行车 自行车这个座呢 被人家拔走了 因为刚才讲了 剑桥是一个自行车的尺度啊 对 你到哪来都骑自行车呢 一般你去的地方都不超过15分钟 但是你要走 那得半个小时 没有坐那自行车 我也得骑 你想想那是什么姿势 是吧 坐那是个棍儿 是吧 那你骑上 你肯定你不能坐上去 对 那你一下呢 你说骑着当时 你要怕 要怼着那 你就知道这个 是吧 这个姿势多难看了 是吧 心里都在这 我就一直在 一边骑着 一边狠大妈的生气啊 一边就撇着 就是说 有停自行车的地方 看有没有类似的 我这样的自行车 我也可以把那个座 给拔下来 但是你知道 你一边骑一边走的是 毕竟那他有停自行车的地方 自行车房 那都有光嘛 那有时候他也不是没人的 反过来讲 就如果没有光 如果也没有人 我会不要扯 你靠 你拔 拔下来那个产来 那就是个偷窃行为 你看我一直表现 一直给你表现当中 我多么高尚 我多么自律 我多么严厉厉举 做别人的示范 我才发现 人要犯罪 就是迎面之差 这不是一个平和 真的平和难受的时候 就有的是迎面之差 你不是问的 邓朱峰我什么感觉吗 那个到第二台阶的时候 我就准备 只要前面有一个往扭头走 我就跟着回去 真是没想到 你盼望的 这个情况没出现 那个没有出现奇迹 一个坑轮吃 都不能往上爬 那轮到我只要硬着头一扇 上 人呐就是男人那么伟大 你成功你只不过就是更运气一些而已 你看到这种场景会渴望活得更长吗 还是什么感觉 实际上 人呢就是生命最不能隔舍的 不是这样 哪些东西 青春呢美好啊 更多还是感情 所以这生命的动物嘛 还是不要太长生命 就没有那种美好的事物不断的重演那种 他重演就没有意思了 同样的经历就能很兴奋的 包括喝酒啊干什么 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很感觉 你在第二次想找到同样的感觉 基本是没有的 而且往往上就失望 对生命的延续来讲呢 你担心你会成为多余的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是多余的 生命它就是这样 你这么怕被成为多余的 不被虚好啊 因为我想生命的意义在这里 你比如说显然一种大马哈鱼 完成交配之后 残死就死掉了 因为他已经他的使命完成了 他的后代不需要他在养育 是不是这一代人还是挺普遍 面临情感上的一个 一个是其实小时候也缺失 就这一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 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 中年时期 出现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时代的某种特征 应该说是吧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八年代创业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什么傻子瓜子 马胜利 你会发现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 工业没学员 自事来讲 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当过工程师 当过外贸干部 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 我对自己有自卑 但你真正的 就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不高 你体育超不过别人 很多你的原因不是这样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学习气候 这种意识个性 辞职是在军队 你在工厂 你在机关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村下去 我这一辈子是 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 我的导词是怎么给 都想到清清楚 我还待下去 怎么给你当然想到 那天的怎么给 该怎么给怎么给 你说你不是你复觉极了吗 什么那那怎么给 标准的付属级导词 对不对 标准的付属级导词 当然会不错 但是一定是很乏味的 而且哀乐你都知道 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带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 不要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的 第一年到深圳去 带着民工 扛八蛋 民工不理解 你看我这城里人 干得那么欢 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平时会跟我们干这活 这种我心里的 就是厌缺厌织 鸿鸿鸿之至 八三年 但是想做什么 不知道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 自我经验 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 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那本人还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 自己是商人来讲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 资产阶革命过来的这些 商人有不可比信 曾经一读到高研的 红顶商人 对获雪原敬佩的五体徒弟 但是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 关于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 胡雪原加上你要敏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胡雪原 这种方式不行的 应该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已经是意识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人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 就是强者 原始森林 就是因为大家物种竞争 都在竞争阳光 水分直升往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 这种物种把其他物种全搅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包括他们的后代 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因为你很很强 你就一直后面 这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我们来讲 30年前除了苹果 还有一个广安电脑 其实结果来讲 苹果电脑现在成了 结果是第一品牌 苹果电脑早就没了 就因为 苹果电脑之后 他的儿子结盟 就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 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我希望我打造到万科 不是这样 你做着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再走我的老子 再这样委屈自己 在这熬 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 就是受读这种迪更斯的 大卫·科普菲尔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追求平等 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万科来讲 我这是非常清醒的 应该50岁 测绩组织的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就有意识和公司 强迫自己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昨天你说过 你说你一开始是个 勉强的一个地产商 说商人 然后你90年代初 你意识到建筑 包括造房子 它跟实在的精神状况 特别密切的相关 对我就比如好奇 未来人怎么看 比如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 开燃这么多东西 它怎么能传递 我们实在的精神状况 怎么描述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它建成这样 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 或是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 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 或者是那种苏州园林 你感觉到是中国的那种精神状况 如果有一天 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的 看一下现在的中国 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表现 我明白了 我们现在总有一个困惑 说我们现在是千变于律 对吧 什么字一样 实际上你到一个城市来讲 你会发现不同的层次感 但实际在当时来讲 也是千变于律 直播现在留下来 你会看发现也非常不一样 对他们当然也很讨厌维多利 晒的红砖墙 就很烦都一样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态 实际上就是千变于律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历史来讲 它保留不下来 它一定会淘汰的 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但第二个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 中国到上个世纪最大剧变就是革命 接着我们就建立新中国 你看我们又来 学习的是苏联 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个是 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调 改革开放 再重新这样开始 到现在 你一定要创新 又要同事 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 形式结合起来 我觉得我不是不喜欢中国传统 我觉得它是个拖累 但真正倒是比较 你才发现 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 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了解 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 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到现在你的发现来讲 是你不能回避了 你必须去面对 那你发现它的那个梦 那当然是吧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 你突然发现 哎呀你对墨子简直喜欢的不特别 做迷人 现在来讲 那就是它们是最符合科学原理的 科学原理和狭义精神 都那么显著 那当然是吧 更合得创新精神 说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 是吧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 是吧 你这个以前来讲 就是把它们发现的 你会发现年轻人呢 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 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 而且非常明显感到 他的很多这些创新 这些做法来讲 突然间感到 就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超女选秀 那我一看 就一发不可收拾 哎呦追看 是吗 哎呦那个对我冲击大了 真的 说说看 为什么追看呢 是吧 你会发现 我说这个竞争啊 之前这个关系啊 这个 因为我想这竞争 我们 32岁到了深圳之后 这么多年来 就是这个竞争 这个成长起来的 真是这么惊心动魄 是吧 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嗯 怎么想到怎么这唱歌 这种PK方法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 12个人 是吧 完了 唱完了 比特带来 就往那一站 就敢宣布 那两个要被PK掉的 是吧 谁被PK掉了 就把他的小的文字 拿出来就念 流着眼泪 哇哇流着 他把他念啊 这么直接 哎呦 我他把他受不了啊 我就想着 如果是我的女儿 站在那里 会怎么样 我真他妈 我想着这个他妈的父母 他哪受得了这个 更加他本人 哎 我突然才发现 哎呦 我这他妈80后 这是独生子女 比我们强啊 他们商品社会 就看广告 就是吃着麦当劳 成长起来的 哎呦 和我们真的观点 是不一样啊 嗯 对我刺激特别强